培养孩子情商用故事给孩子最好的启蒙 这里是由酷吻音乐独家播出的精选儿童成长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 嗨小朋友们好 我是诚意哥哥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只叫特鲁鲁的狮子的故事 它呀长得高大强壮 看起来很威武 可是谁也不知道它有一个怪毛病 那就是它的胆子非常肥 头上落下一片树叶 它也会抱着脑袋吓得发抖 为什么会这样呢 来听今天的故事吧 有一天特鲁鲁遇见了一只老虎 老虎朝它看了一眼 它吓得拼命的闹 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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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鲁鲁的身体越变越小 变得像豹子一样大了 接着它又遇见了一只豹子 豹子看了它一眼 它又吓得转身就逃 逃啊 逃啊 跑啊 跑啊 它又变小了 变得像野猫一样大了 特鲁鲁又遇见一只野猫 野猫朝它看了一眼 它又吓坏了 转身就逃 逃啊 逃啊 跑啊 跑啊 最后 特鲁鲁变得像老鼠一样小了 像老鼠一样小的特鲁鲁 遇见了一只小老鼠 它们互相看了一眼 都吓坏了 糊里糊涂的 它们两个都朝一个方向跑 跑了好长一时间 它们才停下来 特鲁鲁问小老鼠 你为什么跑啊 小老鼠说 我是看到你感到害怕才跑的呀 那你又是为什么跑啊 特鲁鲁说 我也是因为看到你感到害怕才跑的呀 哈哈哈哈 它俩都笑了 就这样 特鲁鲁和小老鼠成了好朋友 一遇到有什么动静 它们就一起逃跑 跑啊 跑啊 跑到安全的地方 它们就抱在一起互相安慰 啊 好了好了 别怕别怕 有一次特鲁鲁在睡午觉 忽然听到小老鼠在喊 救命啊 救命啊 特鲁鲁一看 原来是一只野猫抓住了小老鼠 它跳起来 冲野猫冲去 大声叫着 放开小老鼠 特鲁鲁一边跑 一边在变大 一会儿就变得像野猫一样大了 野猫看到了一只 和自己一样大的狮子 吓得赶紧放下小老鼠 逃走了 小老鼠说 哇 特鲁鲁狮子 原来你像野猫一样大呀 你好棒啊 它们一起往前走 这时候 远处有只小鹿在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原来是一只老虎 把小鹿抓住了 小老鼠吓坏了 说好可怕呀 我们快逃吧 突然 特鲁鲁向老虎冲了过去 不许欺负小鹿 特鲁鲁狮子一边跑 身体又在变大 变得像老虎一样大 威武又强壮 老虎看见大狮子冲过来了 赶紧放下小鹿 逃走了 小鹿说 谢谢你 大狮子 你救了我的命 你真是又威武又强壮啊 小老鼠也说 哇 特鲁鲁狮子 你变得这么大了呀 你好棒啊 特鲁鲁想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变大的 小老鼠说 和你在一起 我一点也不害怕了 特鲁鲁也说 和你在一起 我也不害怕了 忽然 一片树叶落下来 特鲁鲁和小老鼠 又吓得一起逃 逃啊 逃啊 特鲁鲁又变小了 最后一直变到 像小老鼠那么小 哎 真是奇怪 特鲁鲁 就是这么一只 会变大变小的狮子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特鲁鲁 为什么会变大 或者变小吗 快留言 告诉成一哥哥吧 唯一